我们将最好的奉献给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你给我们这个权品 做你的儿女 做敬拜赞美 是只有认识你的人 才能够敬拜赞美你 因为他们认识你的大能大德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把一下讲到的时间 放在你的手中 给你自己高谋孩子的口 预备中人心 是讲的预听的同盟造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 神所要我们讲的 分享的话里 好我们第一个来看两 看两节经文 第一节是看这个 马太福音第40章 看马太福音第14章20 21节开始 22节 耶稣随即 吹门徒上船 先渡到哪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就独自上山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被狼摇汗 夜里四惊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门徒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 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之事 是个鬼怪 便害怕 便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 从船上下去 走在水面上 要到耶稣那里去 好 我们就念在这里 从22节到第9 到29节 好 我们再看一处神经 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 这里面说的是什么 要扩张你的账目之地 要扩张你账目之地 这个从 要扩张你账目之地 怎么样的 这个要张大你的居所与慢子 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 兼顾你的瘸子 OK 好的 我们感谢主 赞美主 那么这两节圣经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今天我在祷告 等候主的时候呢 那么神就跟我讲 他说呢 他说你要告诉我的百姓 告诉我的百姓 告诉我的百姓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两段圣经 那么第一段圣经呢 是在马太福音 那马太福音这段圣经 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 那么为什么我念到的 第29节呢 从22节到 念到29节 那么很多人呢 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 是讲到第30节以后 第30节到31节等等的 那么主就说呢 他说呢 你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呢 这个吹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什么叫吹门徒上船呢 这个叫众人散开 那么众人散了以后 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么就是说呢 这个门徒跟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案的这一边 就是有众人聚集在一起的 你看他刚刚才醒了 一个什么样的骑士呢 就是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叫什么样的 这个 就是使很多人呢 这个不是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叫很多人吃饱了 还剩12个篮子 光是这个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呢 约有5000人 那么你看五饼二鱼 才吃饱了 就有5000人 那么这个还剩12个篮子 比他开始分的时候 还要多 还要多 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而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 当神要祝福的时候 我们这个有限的 就成为极大的供应 就成为一个无限的 因为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因为主耶稣基督拿来柄 就掰柄 掰开来祝谢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把我们所有的 一点点的恩赐和能力 完全焦点在主的面前 是主可以祝福我们的 这个恩赐和能力 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有限的 就是变为可以成为一个无限的供应 因为是主借着我们供应出去 那么第二件事情是讲什么呢 船工作做到了一个时间以后 要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么你看这个过去的众人 是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下面的事情是要更大的事情 你看为什么更大的 你看前面是五饼二鱼 给人吃 那他起码还是什么 有东西可以分得出来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 这个神迹是什么呢 是行走在水面上 你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使你分出来的 就是像一个五饼二鱼 你说我这个是神迹 分出来给这么多人吃 但是你还是有借的 有的东西分出来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 就是行走在水面上 那么这个叫门徒 吹门徒上船是什么意思 就先渡到那边去 就是说神要带领我们进入 新天新地 新的季节 新的时间要打开来了 那么怎么样呢 神就说你们要坐船到那边去了 怎么样 这边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了 那什么叫这边的工作 到一个段落呢 就是季节在这个时候 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季节 离开下 前面一个季节 进入下一个季节 下面一个季节 那什么叫众人散开呢 就是过去的荣耀 不要再单 不要再回头看 过去的神的同在 就不要再回头想念 说哇 五饼二鱼分出来这么多 那么神说你要到下面去 为什么下面有个更大的神迹 那么这个更大的神迹 要来以前 你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第一个是主在夜晚 那么我相信神在 我们没有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季节以前 他已经在天上为我们呆道 因为是什么呢 主耶稣基督是忠信的大祭司 常常在父面前为我们祈求的 他是忠信的大祭司 那么这个晚上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人看得见他 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呢 又为他众百姓在父神面前呆求呢 因为圣经上说的有 你未必看得见 但是你知道有发生 因为神说了 神说了 那么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被浪摇汗 你看这个世界到末后的日子 就是因风不顺被浪摇汗 这个船代表什么 代表你居住的地方 这个船代表你生活的环境 这个海是代表这个环境 所以你看这个你生活的环境 这个听到有战争跟战争的风声 你看不但在欧洲在那边打 在亚洲几乎也要打起来 你看这个感觉那个风不顺 这个风不顺 这个浪摇汗 这个世界就在那里摇汗 夜里四经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那个四经天是在没有亮天 以前最黑的时刻 那个没有亮天是代表什么呢 属灵的意义是代表主耶稣 没有基督 没有再来以前 那是最黑暗的时刻 敌基督要出来 要掌管这世界 战争 饥荒 这个天灾人祸 这个瘟疫要流行 在圣经里面都讲到了这事情 但是怎么样呢 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这个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海是代表一个隔离 海是代表一个极大的死亡 如果说你在海里面 你没有船 你一定会死 因为这个海是大的无边 你不可能永远的 这个脚不着陆的飘在海里面 第一个你身体受不了 第二个你没有淡水喝 你会渴死 你盐水是不能喝 是越喝越渴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怎么样的 是越来越动荡 越来越黑暗的时候 但是主怎么来呢 主说往门徒那里去 就是往那些跟随他的人那里去 为什么要跟随他的人那里去呢 因为门徒看见什么 他走在海面上 就惊慌了 说这是鬼怪 变害怕 变喊叫起来 耶稣忙点忙对他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请叫我 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再从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你看 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越来越艰难的时候 越来越看到这个黑风起雨的时候 越来越看到没有指望的时候 神却要到我们这里来 那么什么叫神要到我们这里来呢 就是神要与我们同行 而当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与门徒同行的时候 就会有神迹意识坐在他们的面前 坐在他们的这个旁边 坐在他们的座位 坐在他们的里面 什么叫坐在他的里面呢 因为神的信心要成为你我的信心 所以说彼得说 主啊如果是你 请你叫我也到面里去 所以说主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怎么样呢 你要张开你的瘸子 你要张开你的瘸子 你要扩张你的账目之地 要张大你居所的曼子 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 兼顾你的瘸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我的信心要扩展 你我的信心要开始要扩展 你的居所要扩大 就是你的包容力要扩大 你的信心要扩大 这个曼子出去还有绝子 绝子打在地里面 可以把那个曼子的绳子 绑在这个木瘸的绳 木朵的这个上面 这个绝子打在地里面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 打到神的坚硬的磐石里面 你的信心是扎在 有根有基的神的这个里面 扎在他的话语里面 扎在他的灵的里面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兄姊妹 我们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你要张开你的信心 你要扩大你的信心 但是怎么叫扩大你的信心呢 就是说怎么样的 你说主若是你叫我去 我就到那里去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下一个季节里面 神会叫你我做一些事情 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只要主在那里说 你就去做 因为神的荣耀与你同情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神怎么样 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从信心到信心 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什么叫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呢 英文是这样讲 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那么从始于信 以至于信 一开始始于信 就是说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救必得救 到至于信 就是说凡是神所说的 我都信 凡是神所说的都信 你始于信 那是入门的信心 那是一个小卑鄙的信心 你刚刚生在神的这个家中 你刚刚长在耶华的殿中 你只知道主耶稣基督 为你的罪死了 你承认祂是替你 你承认你是个罪人 接受主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因为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救必得救 你只是得了这个什么救恩 你只是刚刚跨进了 神的这个救恩的大门 但是神不是叫我们 只是相信祂的救恩 神要叫我们相信祂的国度 你救恩进来以后 你才能看见 慢慢进入祂的国度 如果说你天堂的门都没有进去 你怎么看到神的国度 那么就是说 你的信心要从小baby 要长到一个成人的信心 你的信心 从一个幼稚的 这个幼稚园的信心 要长到一个大学的信心 长到甚至于博士 或是后博士的信心 所以说你看 你从信心到信心的时候 你才会看出荣耀到荣耀 什么叫从荣耀到荣耀呢 你看前面那个是刚刚 五饼二鱼 喂满了5000人 又捡了12个篮子 这是很大的一个荣耀 但是到后面那个荣耀是什么呢 是行走在水面上的 你知道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那个水面的张力 是不可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你只能浮在水面上 你没有办法站立在水面上 因为当你站立的时候 你的脚所承受的 这个站的这个面积是很小 但是你的重量通通在脚上 这个水的浮力 是不够承受住你的 但是怎么样 你要从信心到信心 你才能看得从荣耀到荣耀 所以说呢 主书在这里 你们要放开你们的瘸子 你们要扩张你们的账目 就是说你我的信心 要有一个突破性的成长 不是看你那个看的问题 是可不可以做 乃是看神有没有说话 乃是看神有没有说话 若是神说话了 你就去做 事情就会成就 因为主说你过来 当主跟你说 你去做的时候 你去的时候 或是你过来的时候 那个神的话会拖住你 行走在水面上 基因是怎么样呢 这个彼得是怎么样子呢 彼得怎么样 就从船上下去 走在水面上 要到耶稣那里去 你看当你听到神的话 叫你做一件 你用闻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照着他的信心 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 你看会有什么样呢 因为风浪甚大 就害怕就要往下沉 这个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耶稣就赶紧伸手拉着他 说你的小心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你看当神在叫你我 做一件看起来 是不可能成就的事情的时候 但是因为你信 就把你的信心 第一步从你安全的地方 就是从船里面 跨到水面上去 说弟兄姊妹 在我们这一个生命当中的时候 下一个季节 我相信神是要叫我们 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我们过去战是怎么样 在伯特利在那里 什么叫伯特利呢 就是天梯 天梯是什么样呢 这个 雅各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看着这个天梯 在伯特利呢 有神的使者上上下下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着神的作为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看着神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祷告的时候 看着神的作为 记得你跟我 还有天上的使者 先知所做成的工作 因此怎么样 那是天梯 那天梯的作用是什么呢 叫你知道你的神 是又真又实的神 又真又信实的神 是大有能力的神 是满有盼望的神 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 是大有能力的神 在他里面是满有生命 跟权柄的神 充满了慈爱 所以弟兄姊妹 你没有经过天梯的这个经历 你没有办法下到耶利哥 耶利哥是什么 是攻打巨人 那么在这里比的是什么 要要行走在水面上 这个行走在水面上 是需要一个攻打巨人的信心 因为水你知道 是没有办法存在人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下一个季节里面 愿神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尽到什么样 从荣耀到荣耀 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时候 神才可以记得 你跟我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有一次神就问我了 他说主 他说你看 这个彼得是真的 行走在水面上吗 我说主啊 是啊 那么后来主就问我 如果他真的能够 行走在水面上 为什么又往下沉呢 我说因为主啊 他眼目离开了你 他看见的是水 他看见的是风浪甚大 他看的是黑夜 他这个眼目 从你的身上转开来了 所以主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的 他说什么样的 彼得能够行走在水面上 是因为靠着我的话 借着他的信 成就了我的义 而地中子卑再听一遍 靠着神的话 借着他的信 成就了我的义 那么就是当这个彼得 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主耶稣说你过来 他就走出来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 凭着神的话 借着他的信 他就踏出来了 虽然他中途几乎要失败 是不是 但是他说主救我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下一个季节 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 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而为什么主在这段时间 一直在给我们发话 说要定睛 要定睛 要定睛在他的身上呢 因为你若不定睛在他的身上 你看到环境 你一定会掉得沉下去 因为神要带你所做的一件事 叫supernatural 什么叫supernatural 是超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神要开始在下一个季节里面 释放那个什么东西呢 那个超自然的信心 释放的什么叫 心意能恩赐 使我们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所以主说怎么样 要扩大你的帐篷 放长你的觉子 弟兄姊妹 我们希望在这个下一个 这个季节的开始 大家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是否要有一段的时间 进食在神的面前 使我们的这个信心 跟我们的心胸能够扩大 使我们的穴子能够拉长 使神只可以 这个坚固在这个穴子上 使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这个容量 可以容起更大的 你有多大的信心 神就可以记得你 做多少的荣耀 我们常常因为信心不足 就限制了神的作为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悔改 因为我们常常 以自己的头脑 来限制神的作为 凡是我们认为 神可以做的 我们才去做 凡是我们认为 神不能做的 我们认为不能做的 神就做不到 因此我们的信心 常常拦住了神的作为 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 而在前面的日子 你看了有五饼二鱼的日子 有供应的这么多人吃饱了 还剩了十二个篮子 但是主说孩子 你不要再往回看 所以主说什么 要你们到船上去 到渡到那边去 这边的荣耀就留在后面 不要手不得离过后看 昨天的荣耀是昨天的事情 今天有没有神的荣耀 明天有没有神的荣耀 过去的日子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不是不要纪念神的作为 但是你不要 你昨天的这个荣耀 就觉得是满足了 你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神说我们不能贪心 但是怎么样 我们看着神的国跟神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总是说主啊 愿你的荣耀彰显 愿你的国度彰显 你可以求神的国度 你求神的国度 那个不叫贪婪 你求神的荣耀 那个不叫贪心 你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 那个不叫贪恋事迹 那不叫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这都不是 所以说你看主在这一段时间里 我记得他常常就记得我们在说 说什么事情呢 你要定睛仰望 你要定睛仰望 因为神说什么样 这个是扩张你的账目 拉长你的角色 固定兼顾你的角色 就是兼顾你的信心 当你我被兼顾的时候 当你我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当神说你走 行走在水面上 你就定睛仰望神 定睛仰望神 定睛仰望神 这个秘诀就是定睛仰望神 你仰望那创始成终的神 他开始的他一定结束 他是创始成终的神 他绝对不是半途而废的神 你看我们人这么难搞 他从来没有遗弃过我们 有时候我想神的爱 我是想不透 我只能给自己下一个结论 我对他的爱还是不够认识 因为保罗都说了 他愿意认识基督的爱 是何能尝口搞神 弟兄姊妹 神的爱是你我 没有办法能够完全了解的 我想可能在永恒里面 永恒的里面 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了解 但是在地上的人 连保罗都说 我愿意认识他的爱 是何能尝口搞神 所以弟兄姊妹 愿我们在这个下一个季节 要来到的时候 愿神怎么样的 愿神怎么样 扩张你的账目 张大你居所的慢着 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神子 兼顾你的圈子 你有多大的信心 神就可以借得你的信心 成就他多大的荣耀 愿神的旨意 在我们的身上成就 愿我们怎么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从天上 呼召我们所来得的奖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你要将你的荣耀 将你的信心 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我们真是需要扩张 我们自己的账目 拉长你们的 我们的绳子 坚定我们的瘸子 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 你的荣耀 就可以有多大的释放出来 主啊 因为过去的日子 五饼二鱼 五千人未保 剩下十二个篮子 还不够 主啊 你要照我们行走在水面上 就是说很多 你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借着你的话 靠着我们的行为 信心 成就你的意 主啊 愿你的旨意 在每个人身上 你的孩子身上成就 一切送在荣耀 归给在宝座上的 高养度 我们的父神 还有圣灵 愿你的喜乐 赐予在地上 愿你的喜乐平安 赐予在地上 你所喜爱的人 我们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愿神祝福大家 赐予在地上